大家好,我是阿里,欢迎来到阿里厨房 今天咱们来做蓝乳酱 准备100克蓝乳 20克腐乳 用料理机打烂 蓝乳是腐乳的一种 既可调色又可调味 是由长江以南的浙江原所创 所以就叫蓝乳了 在清末随着菇蔬菜一起闯入了广东 也可以用叉子、勺子压烂 但是就没有这样的顺活了 进去7-8克玫瑰露酒 用二锅头或者其他的高度酒也行 20克海鲜酱 1克五香粉 7-8克花生酱 5-6克芝麻酱 再把它们混合均匀 这个蓝乳酱的用途还是很多的 例如蓝乳酷酱 蓝乳炒偶片 蓝乳猪手 蓝乳排骨等等菜式 还有炸鸡翅 焖笋干 烧个土豆啥的 甚至在炒饭的时候 来上这么一小勺 都能停电不少的滋味 混匀之后放一边备用 冷锅 进去4克花生油 再进去4克左右的蒜蓉 开小火 慢慢铲出香味来 沾入4克花雕 破料酒 混好的酱料也进去 推匀 微肺就可以铲起来了 勺子底下磨点油 把酱料推平整 再进去适量的花生油封面 防止氧化发黑 最后封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 这种自制酱料 因为无添加 所以最好能在两周内用完 如果发现有异味 发黑 就要丢弃了 也可以放冷冻 长期保存 要用的时候 再提前解冻就可以了 我是阿里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